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黑衣侦探 不知不觉见,零人卡池都已经过半了 本期视频老黑就斗胆给大家预测下 2.6版本下半卡池都有哪些角色和武器吧 先说卡池配跑四星 本期的零人池老黑原本预测的是砂糖、雷泽和罗沙利亚 没想到被云锦相邻半路杀出截了虎 云锦可能是因为零人专辅的原因被老米强行提前 雷泽是因为没考虑到英配CV犯式的场外因素 参考之前的小爱迷菲希尔 老黑估计在换新CV之前雷泽是不可能再up了 那按照以往的规律下半卡池 up几率最高的四星分别是火系烟飞水系巴巴拉 冰系罗沙利亚、风系早右、雷系北斗、岩系诺埃尔 其中早右的up间隔卡池最长 7卡池 罗沙利亚和诺埃尔紧随其后6卡池 由于下半卡池的主角是灵华大小姐 所以与之有适配的暴躁修女 罗沙利亚的up可能性会相当之高 不出意外的话 配跑四星应该就是罗沙利亚、早右和诺埃尔的组合 其中可能会掺个巴巴拉 至于武器池、零华专武、雾切之回光已经名牌 又有小道消息称剩下陪跑的是静卖血 那就是狼的陌路了呗 想想也是 狼墨都快18个卡池没up过了 也该出来露个脸了 总不能这次又是天空之己陪跑吧 四星武器应该是西风弓、地理剑、西风枪、中剑和西风秘点 至于未来的2.7版本 一斗基本上板上钉钉 至于剩下的那个陪跑复刻五星 有大佬预言是修 但消息未必靠谱 视频中的up横幅 唯一玩家自制 大家还是看看推了就好 至于再往后的2.8 大家都在猜 可能是去年可莉海岛大冒险活动复刻 那卡池组合八成就是万叶加可莉 再上个到七星四星 也就是传闻中的新风府 明侦探、陆业院屏葬 传闻会有金五星法器 难道是特意适配可莉的吗 要不就以目前元魔的强度 火花骑士能上场的机会 着实是不多了 那好的 视频制作不易 还望各位大佬点赞三连 咱们也有缘 下期再见 拜拜